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千秋雨季,我是你们的月影 俗语会当媳妇两边瞒 这里是指媳妇,毕竟是去到家里面的人 要说和婆家关系处得亲密无间也不太现实 特别是刚过门的新媳妇 回到娘家的时候,母亲肯定会问一些在婆家生活的怎么样 在婆家住的还习惯吗 婆家人对你好不好等一些类似的话 会当媳妇的人一般说,婆家对我可好了 那么当自己人一样看待,母亲听了之后自然也就会放心 即便是平常日子里有点小矛盾小摩擦 这样的媳妇也不会在自己母亲面前提起来 这样一来,亲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融洽 另外,会当媳妇的人在婆婆和丈夫之间也会瞒 农村很多家庭都是男人在外面打工 媳妇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和婆婆相处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矛盾 聪明的媳妇一般都不会把这些矛盾告诉给丈夫 一来是怕丈夫分心,二来是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多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自己给婆婆认个错,事情也就过去了 所以不会当媳妇的人两边船 不会当媳妇的人往往会制造出更多更大的矛盾 自己在婆婆家受到一点委屈,一点不合心意 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天有家兔子给自己的母亲诉苦 说婆婆这不好,那不好 即便是自己不占领,也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来,两家人的关系难免会受到影响 不会当媳妇的人,在婆婆和丈夫之间也是两边船 今天对婆婆说,丈夫这不好,那不好 明天对丈夫说婆婆,如何如何不帮自己带孩子等 一次两次可能没什么,毕竟是母子的关系 但时间一长,难免在心中留下积怨 所以说,媳妇在家里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会当媳妇的人,让一家人更和谐 不会当媳妇,让一家人矛盾重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组备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